我留在大月的同月同时 一双无辜的大眼是李景的招牌模样 广告女王李景光是出道前期 就至少接了50支广告 别看她镜头前看似舔心教主 私下的她可是古灵精怪 脑袋一直在转 那个是没有办法 一直以来都会有的一个毛病 她就像一个疾病一样 她没有办法静下来 不知道我可能就是一个怪咖吧 这下粉丝们对女神的幻想 恐怕都被破灭了 就连专访这一天致症当中 她照样顶着艳阳骑单车赴约 但到达第一件事不是补妆 而是狂灌水 喝冰吗 可是这样喝冰的好吗 那怎么喝 就是这样自然不做作 开朗帅真的性格 让她拥有好人缘 但李景私下坦诚 以前的她和现在简直天长之别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小时候好像就一直隔着一个什么 在跟人相处 我其实是很怕人的 然后小时候确实有很多 比较不好的回忆 直到我去了舞台局 然后一个老师真的把我拉回来 掀开从未愈合的伤口 宛容鲜血淋漓的解剖过程 更糟的是 那使得她还饱受厌食症产生 她就像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疾病 你的脑袋就是一直逼着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 你就是一直陷在那个回圈 一直你很不开心 你每天都觉得自己这样子很讨厌 从厌食症到暴食症到催吐 整个过程大概有六年吧 很可怕 但是对李仪锦来说 这长达六年痛苦背后走不出的阴影 是七岁那年发生一件可怕的事 我遇到了一件 我好的事情 然后其实在今天讲之前 我好像又以为我自己好了 可是每当聊到这个 好像还是会有一点点情绪会牵动自己 事隔二十六年李仪锦只要一回想起 还是忍不住闪懒泪下 那时父母忙着做生意 就读小一的她是个钥匙儿童 有一天放学回家 竟遭人一路尾随 她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可不可以跟你借你家的厕所 然后我就让她进家门 她说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 那我就带她去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情 年仅七岁 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因为好心帮助他人 竟被坏人一步步诱骗成功 还强迫她脱衣抢 然后等到我真的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我跟她说我爸爸妈妈快要回家了 她就赶快就要离开我家 但是当她不是往家里楼下走 而是往家里楼上走的时候 我好像失去信任是在这一刻 就是她既然是我家楼上的大哥哥 好像是你自己的亲人 伤害你的那感觉 好像就变得不可原谅 从那刻起李景对人失去了信任 即使在家险遭性侵 她也从未向父母提起这件事 一直都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没有办法对自己的亲人看看而谈 后来李景不但变得越来越封闭 甚至还会做出一些反常行为 让人不寒而栗 切那种小橡皮擦 然后切切切很小块很小块 然后就会塞在自己的鼻孔里面 然后抠墙壁上的壁纸 然后塞在自己的耳朵里 然后就会想把东西抠流血 流血之后结痂再把它抠流血 就是想让自己流血 然后我会常常躲在家里的椅子底下 或者是那种柜子里 有那种空间可以包覆自己的那种环境 我才觉得安全 李景的内心仿佛逐起一道高墙 不让任何人靠近 在学校她更是一个人默默不语 你面对人你就害怕 你就不敢 所以在学校 很多的时候也都是被排挤的 那个角色 所以从小到大没有什么 真正所谓的可以讲话的好朋友 所以一直以来我 都是把话吞在肚子里 没有讲出来 14岁那年因为母亲的一巴掌 让她做了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 那是她第一次打我 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心碎跟 你们都不懂我 我那个时候就知道 就最狠的方式就是 完全不要让对方找到你 所以我就这半年 就离家的半年 我就完全消失像人间真霸一样 离景夫妻离家出走 未成年的她躲在泡沫红茶店打工 只要有一天母亲突然出现在店门口 她这才明白自己有多么不懂事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我爸妈都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人 尤其是我妈妈 我有时候也会在想 如果自己不要这么敏感 不要这么 我应该要对我妈妈更多的体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